開啟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之後 我們的需要大概就這樣 其實第一個 end 我想各位會吧 游標放上去 就是說 我游標放上面等於什麼 先給他一個公式 等於什麼 09開頭 所以雙引號 09 然後end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電信業者 對不對 然後再end end什麼呢 一個dash的符號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end什麼呢 end 門號區 先打勾好了 可是你會打勾之後你會發現 出來的好像怪怪的 就是我們要084 可是現在只有84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 加上那個0的迅速 OK 那這個0 到底要怎麼加呢 就是要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 他的區碼 裡面有幾個字 有關係 那也就是如果他今天有三個字那就 就不要補0嘛 如果兩個字就補一個0 然後如果是一個字就補兩個 沒有字就補三個 那剛好怎麼樣 跟他的長度 如果3 那應該怎麼樣 公式應該怎麼效比較好 是不是用3來減會比較快 3 減掉幾個字 有沒有 如果3減掉三個字那就0嘛 就重複 沒有 如果3減掉兩個字那就補一個0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需要用到什麼REPT函數 不知道各位用過REPT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REPT函數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你要重複 什麼樣字 重複幾次 那比如說 各位可以看到REPT 這個有個星號 指的就是說 如果他的銷量有100個就給一顆星 有兩 有200以上的話就可以兩顆星 那當然 你 今天不是說用土法鏈鋼 自己看 這樣一個 就一個了 那如果這資料一堆的話 你恐怕那不是 不OK 那所以怎麼樣 你就插入函數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文字 文字類的 所以你找到文字 文字的這個類別裡面呢 會有個REPT REPT OK 這邊有個REPT 那REPT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說呢 你要 那他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一個資料就是你要 重複的文字 因為REPT 顧名思義就是REPT什麼東西 那這個文字那你可以 可以複製這個啦 或者是你點它一下 點C1 他也會自動幫我把 怎麼樣 帶過來 那重複幾次呢 根據什麼 根據 銷量 再除以多少 除以100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 帶給我的是一顆心 有沒有 這個是結果啦 因為他是一個函數 那函數就是會REPT 但是一般我們會 比較吹毛求疵的就是說 我可能 不要58 因為我反紅回來 我就只要1就好了 因為我不要小數點 當然 在REPT他如果給小數點 他還是不會理會啦 不過如果說嚴格講起來的話 應該 要把小數點去掉 欸 有哪個函數 可以幫我們怎樣 去掉小 無條件 捨棄掉 小數點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一個函數 叫做 什麼呢 Rundown也可以啦 比較短一點 INT嘛 有沒有 所以你直接在這邊包一個INT 直接在這個 B3除以100 前面加一個INT函數 然後呢 在前刮弧 在後刮弧 這個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沒有 本來1.58 因為INT 把它包起來之後 它回來的 就會是只有1而已 這樣當然會比較標準 雖然 如果你沒有做INT 結果還是一樣 可是以標準來看 最好是外面再包一個INT函數 會比較OK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需要無條件 捨去掉小數點的話 那記得用INT按確定 OK 那再來把它置中一下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 上面這個 C1 怎麼樣 必須要把它鎖起來 所以按一個F4 你把C1有沒有鎖起來 如果你不鎖的話 它會 因為你向下填滿 而 自動增加 裂號 C1 會變成C2 所以會有錯誤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OK 結果就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REPT函數 可是各位想想 那這個REPT跟剛剛那個補0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是重複幾個0的意思 那可是問題 怎麼樣剛好 可以REPT再加個補0 這個地方的話還需要一個LEN 所以你們可以切到LEN這個頁面 LEN這個是長度 指的就是什麼 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 這邊當然你可以 插入環數裡面呢 再利用什麼LEN 這邊有個LEN 就是 這邊總共有幾個字 按個確定 然後給 這個身份字號按確定 它回來就是長度是10 那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我要判斷 某個身份字號是否為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 再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為10 如果是10的話呢 那 這一個 10是正確的 11的話就不是正確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改成什麼 這邊假如你又多一欄 是否正確 判斷這邊吧 如果是 如果10 那就這樣怎麼樣 就必須要搭配 這個有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用什麼 邏輯 有沒有 邏輯裡面有個if 你可以用if來判斷 那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 插入if之後 那怎麼判斷 它是否為 10 這邊按插入之後 再來的話 邏輯 就是LEN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加入一個 LEN 然後判斷這個長度 用打的也可以 或者直接 刮弧一下 這個長度 是不是等於多少 等於10 所以你是等於10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是給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 是 反之是否 所以如果假如說我今天是判斷那個 身份證字號是否為正確的話 就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 他是10個字 那表示他是正確的 是否為正確 所以這邊是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否 OK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按打勾 看一下 是 有沒有 這邊 否否是 OK 好 那其他的話呢 這邊還有一個 不過這個 下面這個範例 恐怕會稍微難一點點 因為身份字號 第幾碼呢 第2碼 是 性別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知道 他剛好如果 這個第2碼 是1的話 是 男生或女生 所以 這個旁邊有個欄位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IPT加 IPT加LEN 畫面先劃給各位一下 剛沒切喔 OK 我試一下喔 你稍微 喝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